最近《劍與遠征2》在海外進行了測試 一出現就驚豔了不少玩家 這美術也太強大了吧 雖然這一直是莉莉絲的強項 但還是有種意料之外的感覺 可惜莉莉絲只做一些小眾的遊戲 如果下一款遊戲是開放世界或者AO之類的 不知道會不會吸引更多的玩家呢 如果說《劍與遠征1》的風格 更像是偏歐美的那種硬朗型的 那麼2代就有一些柔化了 融入了一些日系小清新的風格 關鍵是兩者的結合又那麼的恰到好處 目前最高畫質雖然精細度不至於那麼強 但整體就給人很協調很舒服的感覺 2代還加入了昼夜天氣雲層的變換 大型遊戲的內好東西都被放到了這款畫機遊戲中來了 遊戲的劇情也跟大型的遊戲一樣 不少劇情都做了動畫過場且全程角色配音 有較為複雜的角色肢體動作和運鏡變化 遊戲的玩法本質上跟第一代是差不多的 抽角色升級強化以五人一小隊來進行戰鬥 很多角色也都是一代的角色 玩過的一定不會陌生 它這邊有一個很人性化的設定 就是同種職業的裝備是共用的 就不用單獨去設置某個角色 遊戲還融入了一些探索的玩法 可以在大地圖裡邊自由探索 尋找一些寶箱、隱藏的洞穴、劇情人物、機關陷阱等等內容 摒棄了老式的內容 闖關關卡類的玩法 變成了跟回合遊戲類似的那種遇怪攻擊模式 事實上不是每次上線 可以在左下角的寶箱裡很多的戰利品 我都忘記了這是一款放置掛機遊戲 戰鬥方面新增了一個類似戰棋遊戲的戰鬥棋牌 一些場景是有掩體或阻擋物的 而且各職業的攻擊範圍 敵人的位置和行進方向都不太一樣 就需要策略性的佈陣 主角的技能也是可以更換和定點釋放的 前期因為難度不大我都是掛自動的 後期大boss估計還是得好好的排兵佈陣 和手動操控才能過關 從2D到3D的轉變 也讓戰鬥的視覺表現力有了明顯的提升 每個角色的大招都有各自的炫酷的動畫 總的來說這款遊戲真的很新穎 我之前也接觸過一代 但是並不喜歡單純的這種放置類的遊戲 玩了幾天就沒有再玩了 但這款真的有點上頭 它已經脫離了傳統的那種放置遊戲的框架 融合了各種RPG遊戲的精髓 或許這也是莉莉思慧出2代的原因 它面相的手動很可能是喜歡大世界或者AO遊戲 但又沒有太多時間或不想花太多時間去幹的群體 我是宇軒 點贊關注一起玩好玩的遊戲